我是真假千金纹里的真千金 我到家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假千金那里 唯恐他有什么不满 好像我的到来打扰了他们一家的平静和谐生活 让假千金受了无尽的委屈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假千金刷新在我的床上 委屈巴巴的看着我说 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桌上我正在低头吃着米饭 商路刚才接了个电话去楼上了 妈妈看见我只吃米饭不吃菜 鱼末怎么不吃菜 说着给我家里一块鱼肉 我没动碗里的鱼肉 想要伸手去家离我并不近的可乐鸡翅 哥哥把盘子端到商路的位置 我的手将在半空中 哥哥像是刚看见我的手还在半空中 抱怨的说 苏与墨你吃别的菜吧 这个鸡翅是鲁鱼最喜欢的 刚才妈妈不是给你加了鱼肉 你怎么不吃 也不知道阿姨这次怎么放的 居然离鲁鲁那么远 说完才施舍一样的分了一个眼神给我 我看了看这个血缘上的亲哥哥 垂下也没有说话 餐桌上的氛围一下子变得更加的寂静无声 苏与墨你为什么偏要和鹿鹿抢 你刚回来鹿鹿就把房间让给你了 那可是爸妈花了心思布置的公主房 现在连一盘鸡翅都要和鹿鹿抢吗 你在外边这么多年就学到怎么抢东西吗 商里看见我低着头不说话 顿时有些脾气上来了 是啊 与墨这里还有那么多菜呢 怎么偏偏要和鹿鹿抢 一旁的妈妈见状也出来帮哥哥和商路说话 我看着那道菜 离商路仅仅隔着两个盘子的距离 怎么会加不到呢 是妈妈和哥哥担心商路没能第一时间 吃到喜欢的菜罢了 原来这就是被偏爱的样子 明明那间公主房是为了还没出生的我准备的 现在却说是专门给商路准备的公主房 明明我一句话都没说 和我血缘至亲的妈妈和哥哥 就毫不犹豫的把刀尖对着我 我也不想在公安院里一待就是15年 也不想被别人嘲笑我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 也不想每天和一群大大小小的伙伴 抢的东西吃 低头看着碗里的鱼肉 白嫩嫩的 我就是能感受到属于鱼的腥味和特殊的疼痛感 闭上眼睛没有丝毫犹豫的放进了嘴里 商路下来的时候 我们三个已经恢复到食不言寝不语的状态 他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默契的没有说 商路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 妈妈和哥哥眼睛都一亮 让他快起来吃饭 商路一坐好 碗里就堆成小山一样 妈妈就问着商路味道怎么样 哥哥也问还喝不喝胃口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一家 刚吃进去的一点鱼肉 混着米饭有些想吐 但是还是机械地扒拉着米饭 不能让眼眶的泪水轻易落下 谁都爱着他 为什么不能把爱分我一点呢 哪怕一点点呢 可是妈妈 有了他为什么还要找回我呢 再次醒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睁开眼就是洁白的天花板 周围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从小到大我都讨厌了味道 别人都说院长是大好人 明明自己只能将将吃饱 却宁愿自己饿着 也要收养那些被家里一气的孩子 给他们能够吃饱穿暖的家 他们都说院长很伟大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他很可怕 说他伟大的那些人 可能没经历过天寒地冻的时候 被倒进一身的冰水 可能没经历过 炎炎夏日身上皮开肉绽的滋味 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打听了我的父母 知道我回来一定不会受到待见和偏爱 最后的时间里依然没放过我 充满消毒水的昏暗的房间 冰冷的地板 那时候的我真的渴望着我的家人 会来看见我解救我 家人在哪呢 我不知道 单人病房里除了我一个人都没有 放空自己迷迷糊糊地将要睡着的时候 门把手转动的声音 在寂静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抬眼望过去 撞进了一双满是担忧的眼睛 这是我第一次好好看着这个假的真千金 默默 你醒啦 我一直在看着他 自然看到了他眼底毫不掩饰的欣喜 可是 为什么呢 对不起啊 默默 我能这样教你吗 在他亮晶晶的眼睛注视下 我缓缓点了点头 默默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对鱼肉过敏 我还想着你刚从海市过来 应该会想念一点海市的家常菜 就自作主张的让阿姨烧了一道海市民菜 我不知道你对海鲜过敏 还这么严重 对不起啊 听着他在我耳边叙叙叨叨地说这话 我看着洁白的被罩 要是洁白的纸上染上黑色 还会有人喜欢吗 在小小的房间里待了几天 除了商路偶尔来说说话 就是保姆和秘书来送各种东西 从医院里出来之后 这个家里索然无味地过了几天 有些怀念我的朋友们了 商路偶尔会来和我说一两句话 但是很快就被妈妈叫走了 说不让打扰到他学习 本来妈妈打算让我回来的第二天 就去学校上课 在家休息的这几天延缓了 终于可以去上课了 院长总是说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最后都是要嫁人的 赔钱货罢了 所以我只能趁着院长不在的时候 从狭窄的缝隙里溜过去 到隔壁偷偷听课 会找到那些不学习的 低价购买他们的书 那是我偷偷捡废品攒下来的钱 刚下车我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 灰红的建筑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各种各样的汽车 哥哥看见我这个样子 失笑一声 哼 土包子 没见过吧 妈妈拍了哥哥一巴掌 很轻 说什么呢 你妹妹刚回来 肯定不熟悉 等有时间带着你妹妹转转 妈妈 我也可以带着默默到处转转 商路一把揽住了我的胳膊 我的身体有些僵硬 不行啊宝贝 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学习吗 你也不想去国外 到时候家里的企业还指着你呢 原来这样啊 我想着 抬头看着哥哥 哥哥也只是冷哼一声 我和商路不在一个班级 他是已是第一个名次考进来的 自然在尖子班 而我在普通班里 哥哥送了商路去他的班级 妈妈把我送到班主任那里 也说要去看看商路怎么样 我没说话 默默看着他的背影 一次都没回头 到了教室 做了自我介绍 真哥 这就是以后的联姻对象了 看起来怎么这么突兀 对呀 真哥 商家那个千金不仅学习好 最主要的是身材好 不会是看不上我们真哥 随便认个养女来应付吧 不然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养女 养女吗 原来我的身份 只是一个刚认的养女 那个真哥的小跟班 叽叽喳喳的说完 教室里一下子沸腾了 我看见好多人对我指指点点 更是感受到了几道 对我不友好的目光 好了 都闭嘴 那个真哥不耐烦的开口 都上课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班主任顺着维持了秩序 开始上课 我坐在刚才那个真哥的前面 后半部分的人更加起哄了 但是也只是敢憋着闷笑 下课后 我去了厕所 出来的时候门被锁住了 我笑了笑 拿起头上的夹子里边带着铁丝 轻松地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几个女孩 有些猛地看着我 我趁着她们没反应过来 直接跑了 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我还在喘着粗气 哟 这几分钟干什么去了 怎么回来还喘粗气呢 不会是背着咱们真哥偷情去了吧 哈哈哈哈 我听见了梅里 狗咬我 我能再咬回来吗 可能碍于我上午的壮举 一天的课程 平静充实地结束了 放学的时候 我又被堵在了教室里 班级里都走得差不多了 面前又是上午 把我锁在厕所里的几个女生 有点不耐烦了 喂 咱们微微姐 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我抬起头 看着在我面前狗叫的女生 校服散散地挂在身上 姐姐 你小衣服露出来了 我小声地说着 但是在这空旷的教室里 格外突出 面前的女生又是一愣 其他人都盯着她 其中不乏 还有那几个围着真哥的男生 呦呦呦 面前的女生脸色胀红 被后边那个微微姐 拉到后边去 真哥带着她的小弟 觉得无趣走了 微微姐看着真哥走了 也有些着急 你以后给我离真哥远一点 他只能是我的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配吗 哦 好的 听见我这么识趣 微微姐带着她的小跟单 去追那个真哥去了 我刚要台步朝着外边走 就看见商路 正靠在门后边看着我 姐姐 好玩吗 月考成绩出来了 课间还在传阅 还没看到 还想和征哨联姻 想什么好事呢 对呀 就这样的人 怎么能配得上征哨 连微微都比不上 韩微微听见这个话 脸上有些红 看着面前的狗还在狂吠 有些烦了 想出去清静清静 商路不知道神兽过来了 好多人都围在她身边 商路 你看看你家里的养女的成绩 丢死人了 还拉低了我们班的总成绩 她连你一根脚趾都比不上 对呀 要是我能有这个成绩 真的恨不得找块豆腐撞上去 听见这个 我吃笑一声 那用我给你准备一块豆腐吗 周围安静下来 我站起来想出去走走 商路看我站起来 拿着刚才别人递给她的 我们班成绩表 走到我身边 给 你自己看看吧 我拿着成绩单扫了一眼 然后走出去了 外边的天空阴沉沉的 操场上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 我出来的不久 商路追上我 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 天空凌星的下起来小雨 商路 我想去吃馄饨 好 我们两个被找回来 是商路的班主任知道 他跟着我翘课了 打电话给我们的妈妈 妈妈听见老师的话 立马定位了商路的位置 我和商路一起回到 校长办公室的时候 妈妈看见我 正在喝水的杯子 一下子砸到我的脚边 苏雨漠 我都知道了 为什么把露露单独带出去 还让她跟着你翘课 你不学习 为什么还要耽误露露学习 你是想毁了她吗 我什么话都没说 任她发泄 不是的妈妈 是我想跟着默默的 商路看见妈妈 怒气冲冲的样子 有些陌生 好了 露露你不要再替她说话了 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你什么样子 我再清楚不过了 以前她还没回来的时候 你有多听话 又怎么会逃课 都是她带坏了你 妈妈转向我打了我一巴掌 雨漠 你直接太让我失望了 我以为你不学习 至少不会耽误到其他人 现在居然敢带着露露逃课了 要不是基因检测结果 是我和你爸爸亲自盯着的 我都要怀疑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孩子 我的脸被打到外道一边 嘴角流着血 很痛 商路想要说什么 对我拽住了手腕 这是我的妈妈 十月怀胎妈妈 到底是没经历着 这十五年的培养感情 妈妈也只是妈妈 回到家里 商路和妈妈在书房里 我想去冰箱里找点冰块 拿着冰块上楼的时候 听见了书房隐隐约约的争吵 妈妈 为什么不能让我给默默辅导功课 我完全可以 商路有些固执的看着妈妈 没有为什么 她成绩不好 不能把你拖累了 我会再给她找个家教老师的 你就安心好好学习 今年记得把商业管理的资料看看 明年我和你爸爸 会给你一些公司的东西看看 妈妈 我 好了 回去学习吧 无关紧要的事就别担心了 我是无关紧要的人吗 大概是吧 在书房门开之前 我就回到了卧室 夜里 睡得正熟的时候 感觉旁边的床它现了一块 我顺势抱住它 第二天 妈妈果然给我找了一个家教老师 雨墨 这是我给你请的家教老师 别看他年轻 带出来好多清北林笑声了 把他请来 也希望你能跟上陆路的步伐 别丢了咱们商家的脸 商路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我和家教老师在客厅里 他弯着腰 脸上红着 老师 您这是怎么了 需要我送你去医院吗 商路看似关心的问候着老师 需 需要 什么 你说什么呢老师 我没听清 老师艰难的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姐妹花 我们两个温柔的对他笑笑 他的头直愣愣的倒在地上了 妈妈今天回来的很早 早到一回来 就撞上商路 正在违背妈妈的意愿给我补习 怒气更甚 露露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给雨墨补习吗 还有 那个家教老师怎么回事 雨墨 妈妈冷冷地看着我 露露 你先回房间里去 妈妈要和雨墨商量点事 李阿姨 把露露扶到房间里去 李阿姨听见声音 就过来把商路扯上楼 雨墨 妈妈再问你一次 为什么打家教老师 这个家教老师不好 教不了我 她 我的脸 再次和妈妈温柔的掌心 亲密接触到了呢 既然不好好反省 自己就去能反省的地方吧 再次醒过来 还是在医院的病房 又是消毒水的味道 与上次不一样的是 坊间里除了我 还有人在 我慢慢转过头 看见商路哭过的脸 正靠在床边睡觉 我心下一软 又在看天花板 商路一直睡到秘书送来午饭 看见我醒了 有些高兴 默默 你醒了 怎么不叫醒我 刚醒 餐桌上的饭香味扑鼻 我被扶起来吃饭 秘书看着我们 有些欲言又止 我看出了她的窘托 张叔 还有什么事吗 张秘书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是 是夫人想让李小姐回去 不过不回也行 我会告诉夫人 李小姐回去了 张秘书看着我 这可怜爸爸的样子 不忍地说着 让商路回去是她的职责 帮着隐瞒 是她的可怜之心 张叔 谢谢你 我有些哽咽地说 妈妈打了我 我没哭 现在陌生人可怜我的话 让我泪流满面 张叔走了之后 我和商路一起吃饭 姐姐 你还对爸爸妈妈有希望吗 商路小心翼翼地问着 我看着她 笑了笑 大概还有一点点了吧 我怕了15年的父母 没有享受一天的父爱母爱 现在我找到了他们 我真的特别想 在我所生不多的时间里 好好享受一下 但是他们好像和我想的不一样 他们并不欢迎我 我吃不下多少东西了 靠在商路的肩上 阿路 有些到了嘴边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该说什么呢 让他替我好好活下去吗 让他替我照顾好爸爸妈妈吗 我不知道 他们对我并不好 商路知道我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 紧紧抱着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 学校的生活 也和我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 于是从医院回来之后 我就没去过学校 但是过了几天 妈妈才知道我没去上学的消息 我数着日子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 时隔几天 我又再次见到了妈妈 她还是怒气冲冲的赶回来 好像每次单独见到妈妈 她都没有笑过 她仅有的温柔 可能都给了阿路 这样也挺好的 我离开以后 她至少不会感到难受 只是我还没有享受过 妈妈独一无二的爱 怎么甘心离开 自从和妈妈聊天不合拍 她又气冲冲的走了 我已经八天没有见到妈妈了 我很少见到爸爸和哥哥 他们都在国外 或许也不想见到我吧 上路每天也很忙 学习现在的课程 还要学习怎么管理公司 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在家 我能感觉到 我的体重每天都在变轻 阿姨每次欲言又止的 我都忽略不见 上路知道 我一个人在家很长时间了 前几天加班加点的学习 才把今天空出来一天 带着我去商场 我已经多久没有 呼吸到外边的空气了 忘记了 接到上路的电话的时候 我还有些恍惚 上路看见我的第一眼就哭了 轻轻地抱着 我就像抱着她那些一碎物品 我还打去她 我才不是你那些贵重的手势 没必要整小心翼翼的 不仅没安慰到她 反倒是珍珠出来的越来越多 我用力抱着她 你看用力也不会折的 乖乖不哭了 商场里 我以前马术的衣服都大了 显得整个人空荡荡的 我看着我的阿璐 还在找着适合我现在能穿的马术 笑了笑 我觉得今天是我来到这家 最开心的一天 商场里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吸引着我的目光 这些久违的东西 现在占据着我的脑海 我又看着发疯找衣服的阿璐 我想我是时候离开了 回来只会带给他们痛苦 还占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风和日丽的一天 我在花园的秋千晒着太阳 微风吹过来的时候 我想离开了 回到房间收拾东西的时候 好像也没什么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我只带走了 当初拿回来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里边装着的是阿璐 给我买的衣服 虽然穿上还算显得人很单薄 收拾好了东西之后 我把房间归制成了原来的模样 只是床头的照片 换成了我和阿璐的合照 我想她会喜欢的吧 下楼的时候 我看见了阿姨正在厨房准备做饭 阿姨 别做我的饭了 阿姨看了看 我的破破就行李箱红了眼眶 雨莫小姐 你要出去 对呀 您能别先给我妈妈说吗 我看着阿姨为难的样子 攥紧了行李箱 算我求您 阿姨叹了一口气 好 雨莫小姐 您路上注意安全 谢谢 打开了门的时候 阿姨又把我叫住 我回头看着她 其实回来的这段日子 我和阿姨待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多的 我有时候会看见 她在我吃饭的时候 偷偷流眼泪 我笑着说着 又看见阿姨在捂着脸擦着眼泪 我走到她身边抱抱她 阿姨 谢谢你 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照顾我 谢谢在我回来的时候 给我这么多温暖 雨莫小姐 我手里这么多年攒下来不少钱 我儿子也在国外 你等着 我这就拿给你 离开了阿姨温暖的怀抱 我说着不要 阿姨还是回到了卧室 我看见阿姨转过身去的时候 擦着眼泪 我当然不会乖乖的等着 门口留着一辆白色的奔驰 我快走了上去 开车吧 后边的房子越来越小 我能看见阿姨跑了出来 在后边追着追着摔倒了 我只能在心里说着对不起 旁边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抬手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何必回来呢 默默 现在接受治疗还能 延缓一段时间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开车的男人 阿明 我们认识多久了 十年零三个月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十年了呀 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 是在孤儿院里 我是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今天来的时候已经六七岁了 按理说应该记事了 孤儿院也不会再收这般大的孩子了 但是院长接了别人留下来的钱 他来的时候还是昏迷的 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我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偷偷问过他 有没有关于他家里人的信息 他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备下了药 也被深度催眠过 不过他是幸运的那一个 每等两天把他送来的那个人 又急匆匆地把他接走了 院长也还没来得及对他做什么 阿明 我不想接受治疗了 我还没看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我想出去走走 我看着阿明的嘴敏得紧紧的 最后还是说出来一声好 我知道他从来不会拒绝我 等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处理 我就和你一起去 阿明 我想自己去 车子缓慢停下来 金明转过头来严肃地看着我 苏宇墨 你知道你现在身体什么状况吗 我知道 我把头转过窗外 就像我知道他不会拒绝我一样 我也没办法拒绝他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去拖累任何人了 你知道 你现在随时可能会 我听着他带着颤抖的声音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来 越擦越多 我知道 阿明 汽车重新汇入车流中 日头正是最晒的时候 我在离这金明公司最近的酒店下了车 办好入住 我拒绝了他想要陪我一起上去的要求 看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 忘记我吧 我不在的日子里 快些忘记我 这是我离开家的第37天 和预想的不一样 我活了比预期的时间长了许多 在这37天的时间里 我去过很多地方 看过哈市的雪景 吃过CX市的羊肉 还去过许许多多 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 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 但是我想 对于这些新朋友 恐怕我们不会再有第二次见面了 道歉 我正躺在我离着孤儿院不远的酒店里 想去更远的地方 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孤儿院已经焕然一新 现在的院长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退休老师 无儿无女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我长在这里 自然也想回归故土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葬的是 他们会把我火化的骨灰 埋在孤儿院的后院里 那里有我许多的小伙伴 我能感受到我身体越来越不好 可能唯一最遗憾的 我好像听见了阿璐的声音 我在虚空里 看见阿璐推开房门 姐姐 我找到你了 再也不能回应我的阿璐了 看见床上我的身体 亮相地跑过去抱住 她瘦了很多 也更加憔悴了 我想去抱抱她 但是身体穿过阿璐 我才惊觉 我死了 我只能在一旁无声地看着她 坐在那里像个孩子一样 嚎啕大哭 看着她抱着我 一起盖着被子 像之前一起睡觉的一样 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殡葬馆的人来了 金鸣也来了 我看着她红着眼眶 把崩溃的阿璐和我分开 呆呆地看着病葬馆的人 把我运走 我想我要离开了吧 但是没有 我的身体走远了 我想跟着去 但是我好像只能待在 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我看着金鸣抱着的阿璐 缓缓地倒下 他们一路去了医院 我也跟着飘来了医院 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 爸爸还在指责妈妈 为什么要放任阿璐来找我 妈妈焦急地看着阿璐 害怕他真有什么事 他们没有找我 可能我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人 阿璐醒来之后 就想要去找我 被妈妈拦下了 上路 雨墨已经死了 你冷静一点 没有 墨墨才不会死 才不会 她身体那么好 这么轻易死呢 傻丫头 我的身体从来都不好 我感到身体越来越弱 不受控制的飘向门外 门外站着金鸣 我飘走的时候 她刚好朝着这个方向抬头 我对她笑笑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 我说想 我爱你 全文完